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呢是关于5月份的一个购物分享 然后在视频的最开始 先跟大家打一个小小的预防针 这期视频呢我估计时长会有一点点长 因为这个月我还入手了 优衣库跟Theory的一个合作系列 下单之后没想到这么快就寄到了 计划当中是想要说 单独给大家出一期视频 好好的跟大家试穿一下色评一下 但我昨天收到包裹一试穿吧 就发现好几个那种 我原本以为会很普通的单饼 上升效果却是出奇的好 忍不住了就想要在今天的视频 一起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今天视频呢我还是打算按照包包 然后鞋子以及说服饰 这三个大类别吧来跟你们聊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 这个月新到手的包包 第一只包包呢也是在上一期年中 大促的那个攻略视频里面 有跟你们提到过 我已经下单了 但是当时还没收到嘛 这两天呢就终于收到了 收到之后果然是如我预期般的好看 它呢就是大王他们家今年春夏的一个新款 然后这个包包呢叫做W Legacy 了解我的小伙伴们看到这只包的第一眼 应该就懂 对于这种box光感的牛皮材质 我是丝毫没有抵抗力的 我很喜欢它就刚刚买到手的时候 是这种光亮光亮的感觉 然后等你用了一段时间 几年之后把它的皮质会变成那种油亮感 非常的复古 然后非常的耐看 包型的话就是这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 复古的腋下包的包型 没有什么过多的繁复的设计 然后今年我特别喜欢它 前面做的这一个W的扣子 上面呢依然有箱很多小小的那种水钻 我觉得也是延续了他们那个钻扣系列的 整体的一个风格 给它增加一些华丽的这种细节吧 然后颜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黑影搭配的一个颜色 然后今年这款包呢 它一共是有推出三个不同的尺寸 我手上这个花是一个小号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号 以及说非常迷你的 像是口红包size一个micro的尺寸 手机什么的 平时这样子横着塞进去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侧面也是有一定厚度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平时出门 你不需要说带非常多的东西的话 也算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尺寸了 但如果说有通勤什么的这种需求 可能就更加大号一些呢 对你来说会更加的实用一些 然后关于搭配方面的话 今天这期视频里面后面有很多的服饰 我都会用到它去搭配 目前黑色这支的话 我是真的没有找到有任何折扣的 但因为他们这次有推出三个不同的颜色嘛 粉色那支真的也超级无敌的美 然后目前我找了一圈奶油白的那个颜色呢 是当下有一个最好的七折 我把所有折扣什么的这些信息呢 也都总结好放到视频下 放到信息栏里面 第二支包包它也是一个夜下包的这种包型 但是相比于前面大王那支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走的是一个更加实用派的路线 并且在实用的基础上面 又是兼具了颜值跟设计感的 它是国内的一个设计师品牌 叫做OLED 然后这款包包呢 也有一个非常失忆的名字 叫做海湾包 这款包型 它们从去年其实推出的时候 我就还蛮喜欢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只有一个非常大的那种尺寸 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 165以下身高的女生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友好 然后今年呢 她们就推出了更小一号的这个size 很有奶油感的一个杏仁色 搭配上的肩带呢 又是一个双面的肩带 我很喜欢把白色这边放在外面 就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拼接感 并且它包包皮质内里这一侧呢 也是做了一个白色皮质的拼接 然后它皮质整体的一个软糯程度 真的绝了 我无限zooming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细腻的一个纹理 你手触摸上去呢 甚至会觉得说比你的皮肤更加的柔软 然后功能性方面想要夸她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根肩带上面是完全整体做了很多个细小的打孔 所以利用它的包扣呢 你完全可以随意的去调节它包带的一个长度 这样子的话 这只包包就多了很多种不同的背法 像我现在说到这种长度的话 应该是我平时最喜欢的一个长度了 刚刚好就是比腋下包呢 稍微长出来那么一丢丢 然后有时候出门想要做到完全的hands free的话 也可以把它调节到一个斜胯的长度来背 那功能性的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它整体的一个造型 以及说内带的设计 包包的前后两侧呢 都是有做额外的口袋的 前侧这边是两个比较小一点的口袋 这种口袋就很方便 你平时去放一些顺手可以拿的 比如说扎头绳啊 像是润唇膏这种东西 背后这边是跟包身同宽的一个大的口袋 然后那次的一个空间呢 它也是特别大的 并且呢 有给你做一个封闭式的拉链 所以呢 你拎出去也会很有安全感 能装的东西真的超级无敌的多 像是手机 然后相机 大一点的这种棉洗洗手液 以及钱包等等的都可以塞进去 并且塞到现在 甚至还有一半的空间留出来 只要你想塞里面 甚至还能再放下一把小雨伞 或者说一个小水瓶 那这只包包其实我已经背了一两个星期了 包括上周出去road trip什么的 我也是拎的这一只 搭配方面的可能性呢也是特别多的 同样我也是会在聊到今天服饰类的分享部分呢 给大家多做几个不同的搭配来参考一下 这个月的话一共有三双鞋子呢 想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双呢是一个厚底的凉拖鞋 就是这一个 之所以在买厚底的凉拖鞋呢 是因为大家还记得三月份 我强烈给你们安利的那个 reconnect的那一双 我是真的从三月 包括整个四月都在一直穿一直穿 穿到现在我都觉得说 不行我不能够再这么盯着同一双鞋子穿了 但因为这两年我又很喜欢穿厚底鞋嘛 所以呢就想说 OK我要找一双比较浅色系的 很清新干净的一个灰白色的颜色 然后它的鞋型真的就是 我看到第一眼就会让我想起 90年代的那种厚底凉鞋 然后这块你一上脚吧 就会发现它整体鞋型的设计 会让你的脚丫子就显得很窄很秀气 鞋跟差不多是有6厘米的一个高度 然后它前侧的防水台呢 做的也是会比较高一些的 是一个比较有厚度的这种羊皮的材质 但是呢你上脚之后并不会觉得说 它硬包括在大母哥的这个夹角位置上面 也不会有任何磨脚的问题 包裹性算是会比较高一些的 但是呢它在侧面这个位置 还是有做一部分的cut out 相比于那种整个把鞋面包裹起来的厚底鞋呢 穿起来会更加的舒适 就是走起来那种自由度会更加的高 无论是搭配拖地裤一样的裤装 还是说露出脚踝的各种牛仔裤呢 都非常的时髦 视频后半段一些搭配的片段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二双鞋子呢 它是一双很特别的lofer 为什么说特别呢 大家看一下它的形状设计就知道了 它像是结合了经典复古的lofer 以及说玛丽针鞋的一个感觉 兼具可爱跟帅气吧 真正的就是做到了可言可甜的一个鞋型 加入了一些玛丽针鞋的设计元素在里面 所以呢又增加出了一些可爱跟甜美 那春夏天去搭配那种各种好看的连衣裙的装鞋子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鞋面上还增加了一个比较chunky的链条的细节 带有一点光亮感的鳄鱼压纹的一个皮质 上脚的效果真的也是特别特别好看 而且显贵的 那它除了颜值很高之外呢 另外有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 让我觉得很贴心就是它皮质的一个选择 像是鞋面这种 包括鞋头以及周围这一圈 可能平时我们走路会比较容易磨到的这种地方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牛皮的材质 那大家都知道牛皮相比于羊皮啊 或者说猪皮什么的就会更加的耐磨一些 然后呢在鞋面的顶端这块 因为这块位置是你脚穿上去会直接接触到你的脚背的 包括平时走路走起来的时候 跟你脚背的摩擦也会最多的一块 所以这个小小的鞋舌头呢 他们用的是一个猪皮的材质 那猪皮虽然说没有牛皮那么耐磨 但是呢柔软度方面肯定就是要更高一些的 所以这双鞋子穿上脚呢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舒适的地方 唯一呢我就是可能会比较建议 如果说脚稍微肉一点的 或者说脚掌稍微比较宽一些的小伙伴呢 这个鞋子就是要稍微的入大一码呢 会更加的合适 包括你平时之后 如果说想要用来搭配袜子的话 也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OK接下来第三双鞋子呢 大概是我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唯一一双想要推荐给你们的高跟两鞋 因为首先高跟鞋这个东西 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就是 不好穿不好走 穿不了多久这些的代名词 但是呢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一双 一句话总结 就是目前我穿过的所有高跟两鞋里面 舒适度最最高的一双 它的牌子呢叫做7 or 9 然后是国内的一个女鞋品牌 虽然说我接触到的国内女鞋品牌不算多吧 但是我真的感觉这个牌子 它是有在非常明确的 从消费者的一个角度去考虑 完完全全专注在舒适度 这一块的一个女鞋品牌 它的鞋床呢填充了一个 10毫米的高回弹的海绵 踩上去就好像踩在家里面 特别柔软舒适的沙发上一样 整个鞋床非常的饱满 而且弹性也是特别好的 你会感觉整个脚掌的那种支撑呢 是很柔软但是又非常全面受力 特别均匀的 然后前脚掌的这个位置啊 跟你说也是非常的绝 他们采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工艺吧 前脚掌这块位置是很有柔韧性 很容易弯曲的这一种 这样子的一个细节 就是真的会让你走起来特别的舒服 我有尝试过就是穿着这双鞋子 蹲在地上 再把自己的脚尖整个垫起来 也是可以很稳稳当当的 这个真的就是把舒适度发挥到极致了 非常的经典耐看 然后鞋头这边是一个方形的鞋头 脚踝前侧的这个绑带 虽然说是一个比较细的绑带 但它设计的是一个圆弧形的这种形状 也是完全不会勒脚 包括在侧边这个打孔呢 也是有给你设计五个可调节的打孔 鞋跟的地方呢 也是有特意的去加大整个的受力面积 另外呢 他们给自己家的鞋子 也有推出很多那种特别好看的小配饰 就比如说一些可拆卸的鞋链 搭配上鞋链之后呢 整体鞋子的气质就会更加的dressy一点 可以帮你去hold住一些 可能更加华丽的那种衣服 OK那接下来服饰类的部分呢 第一件想跟你们分享的是 一个黑色的小背心 这个背心的形状 大家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跟之前我强烈跟你们安利的 那一件Cotton Citizens呢 是非常类似的 因为那件小背心就推荐了之后 现在几乎都已经买不到了 并且当时我自己也没有买到那一件的黑色铜款嘛 所以呢就一直在找比较类似的这种款式 但相比于那件小背心来说的话 这一件呢 它会更加的比较偏向于Corset的一个感觉 包括它前侧的一个挂扣的设计 也是非常还原束身衣的一个细节的 然后它很贴心的有在挂钩的上下两端呢 都有额外的增加一个按扣 这样子你穿起来呢 就会更加的有安全感 而且更加不容易走光 那这种束身衣类型的小背心 平时大部分看到的可能都是穿得很紧身那种 但是我因为不想要穿起来 会整个把乳勾给挤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呢 这一件的话 我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稍微的比 平时自己的尺码呢 弱大一个尺码 稍微弱大一码之后上身整体的效果呢 也依然是非常好看的 并且呢是非常显瘦的一个感觉 第二个单品呢 是我最近买到特别喜欢的一条西装裤 这个西装裤就是属于那种我拿出来 光是这么看着 我都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的一条 就是粉色的一条西装裤 它呢是一个我平时就很喜欢买的牌子 The Frankie Shop他们家的 先跟大家说一个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这种裤子 它的长度真的很长 我是打算可能之后要拿去 稍微的改短那么一点点 穿上去也是一个整体比较 松松垮垮的感觉 反正就是很符合我平时的穿衣习惯了 然后它的这个粉色真的超级无敌的美 粉色的吊吊里面是夹杂的一丢丢的那种白色的 略带做旧但是呢又特别的清新 质地方面是比较轻薄的 很适合春夏的这个时候 然后它细节方面有一个很戳我的点呢 就是在背后的这个位置 穿上身就是刚好对应你腰窝的那个地方 它做了一个小小的这种V型 从背后看真的老好看了 而且呢就是不经意之间又给它增加了一丢丢的小性感 接下来给你们分享几条Petit Studio他们家的连衣裙 买过他们家衣服的都知道他们春夏的小裙子真的都是特别好看的 然后今年春夏呢也是有推出非常多非常多的款式 那在我整个试下来我个人最爱呢是这两条 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看似设计非常简单的小红裙 但它上身的那个效果真的绝绝子 首先它大红色的一个颜色呢是非常饱满的 明亮的一个大红色 可以说是把这个颜色的魅力呢发挥到了极致 然后你近看呢会发现它整个布料上面都布满了非常立体的这种暗纹勾画 穿在身上整体呢会是一个比较偏修身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它绝对不是说完全的紧身 另外一个小细节呢就是它在裙摆一侧的位置上面呢有做一个小小的开叉 这个开叉就是刚好可以在你大腿那边呢稍微增加一点陆肤的比例 休闲随意里又增加一些小性感吧 穿脱起来也特别便利侧面呢有一个非常长的拉链设计 那由于我对这一款裙子它整体形状的一个喜欢 所以呢另外它们呢还有推出其他的一个花色呢我就也要了 相比于小红裙那款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就更加的显气质 白底的一个布料搭配了黑色针织的一个勾画 整体质感方面呢也是非常显好的 然后面料上的话它是一个百分百纯棉的一个面料 同样是做了双层的一个设计 属于既轻薄透气但是呢又不失整体的一个轮廓感的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贴心的小细节呢 就是它的肩带背后呢是有加一个松紧带的部分 会让穿着舒适度方面呢变得更加的高一些 另外这一条呢它的设计灵感就是来源于经典的法式茶席裙 这种法式茶席裙其实它们每一年春夏呢都有推出 然后今年这一条整体版型上面我觉得又是有稍微做一点改良的 延续了之前几个系列的这种泡泡秀的一个设计就非常的遮肉 然后我很喜欢它外层的这一个面料 做的是一个非常有空气感的沙线 让整个裙子在你身上呢是显得特别有立体感的 后腰位置有做一个很好看的cut out的细节 加上了一个宽边的这种肌带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腰围的需求吧 去调节它的一个松紧程度 背后这块的扣子的一个细节 它做了很文艺的一个布面包裹扣 而且选用的是跟裙子本身非常一致的一个pattern 每一个扣子呢还都稍微不太一样 至于春夏款的衣服里面我也是试了一大圈 然后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一件紫色的碎花小上衣 其实这一两年我都不太穿这种碎花的pattern 但是呢因为这一件它加入了紫色的这种小发发 我觉得看去呢会比比如说红色啊黄色 或者说绿色那种碎花看去更加的洋气一点 衣型上的话就是穿着身 它还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这种复古方领的设计 就可以很好地去凸显你脖颈啊 以及说锁骨这边的一个线条 下边搭配的这条长裤 我觉得也是他们今年春夏系列会很受欢迎的一条 除了说裤型方面高腰直筒不挑腿型之外 它的面料舒适度真的非常高 同样也是摸上去稍带冰凉感的那种 特别的有垂坠感 包括面料整体的一个弹性也是超级的好 上身很轻浮舒适之外 近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螺纹针织的面料 接下来这个呢是我最近挖到的一个平价宝藏品牌 他们家的衣服 无论是上衣裤子还是连衣裙 基本上都是两位数的价格 然后这个月我买到他们的一条牛仔裤 实在是太好看了 它的裤型呢是一个很复古的高腰直筒 喇叭牛仔裤的一个裤型 然后裤腿位置呢有增加一些非常随性的毛边的设计 上身的第一感觉真的不太相信说 它是一个六七十美金的牛仔裤 非常的合身舒适 然后面料上也是一个百分百纯面的面料 除了说穿上秒边大长腿之外呢 它整体的一个水洗颜色 是让我觉得说特别特别纯净的 上半身去搭配一个短款的上衣 走在街上就也很有八九十年代 时髦女生的那种气质 再往下呢要跟你们分享几件 我最近经常穿到的T恤 首先第一件 你第一眼看上去就会觉得说 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基础款的摆提 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别致的设计细节 就是在领口位置上面呢 做了一个小小的开口 当你去搭配一些比较stamen piece项链的时候呢 这个小开口就会变得很妙 你可以把项链的链条呢 从这个小开口的地方伸出来 瞬间这件衣服感觉给你的项链之间呢 又多了一个互动 我平时真的是很容易被这种小细节呢 给打动到 然后这件T恤它本身的一个材质呢 也是非常好的 LANK这个牌子的话 我也不是第一次跟大家推荐了 今年的这个春夏系列的T恤 采用的都是百分百金书纯棉的一个材质 而且刻度呢是220克 就是非常高配版本的一个T恤面料了 无论是穿上身 还是你手触摸上去的这种感觉吧 会比很多那种几百美金的 大牌T恤呢 来得更加的有质感 除了说上身效果很挺阔之外呢 你里面无论是穿多么深色的那种内衣 它也是完全不会透出来的 然后因为他们的T恤跟卫衣 其实大部分都是男女同款的一个设计嘛 所以每一次呢我都会选中号这个尺寸 这样子的话我跟老田呢 就是可以相互换着穿 另外一件的话 其实这次我是给老田选的一件Polo衫 但是后来我自己一试上身发现 女生穿呢也是特别好看的 配色上面它选用了一个黑色 拼接亮黄色的这种 很复古的一个感觉 衣服本身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繁复设计 同样是在胸口左侧呢 加了一个random的slogan 那种很随机的天马行空的性格 那这件呢正常穿 它就是一个比较长款比较oversize的Polo大T恤 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小心机的设计呢 就是在100位置上面有增加一个松紧带 利用这个松紧带呢 你就是可以随意的去调节这件上衣的一个穿法 除了说随意的内抠穿起来比较随性之外呢 你也可以利用这根松紧带缩到最紧的一个程度 然后呢把这件Polo衫变成一个短款的crop T恤 瞬间会让你的搭配呢 看去更加的偏sporty 然后更加的街头风 另外还有一件就是最近我在家里面 真的一直在穿的长袖体 上面都已经被我穿的有点脏了 跟大家说一说我为什么喜欢穿它的一个原因 它面料方面相比于前面两件T恤来说呢 会更加的薄一点点 200克的金书棉的一个面料 它上身的清肤度真的很高 然后关键是颜色是一个我特别 今年特别特别喜欢的粉色 穿上身真的超级无敌的简灵 有一种青春无敌的感觉 然后这件另外一个设计细节 大概就是它背后呢 有做一个小恶魔logo样式的地球 非常大片的一个旋转地球的图案 也还是蛮特别的 而且呢会给这件T恤去增加一些潮流感来 OK那在跟大家分享优衣库跟Theory 这个合作系列之前 最后一个想要迅速跟你们聊一下的单品呢 就是今天视频里面我穿的这一件 它是一个条纹针织衫的设计 那首先横条纹的这个pattern 在我看来就是非常有文艺感 自带法式复古腔调的一个pattern 属于那种既不挑年龄 也不挑身材的一个设计 在法式条纹T的基础上面呢 这件增加了一个很可爱的水手服的领口 衣服整体的版型同样是一个比较宽松的 但是呢它的oversize程度做得特别的轻微 加上一个四分之三中秀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随性的 很适合平时穿衣风格喜欢补费力时髦那种感觉的 然后长度上的话 在我身上呢是差不多刚刚好盖过屁股 然后平时在家里面都是直接搭配睡裤来穿的 出门的时候你下面呢也可以去换一条 比较宽松一点的短裤 再加上一双厚底的鞋子 同样是呢穿出一个很时髦的样子来 相比于每年的U系列来说呢 优衣库跟Theory每年的这个系列 单品件数上面属于比较少的那一类 但全都是非常耐看经典的基础款的一个设计 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单品 其中一个呢是这一次整个系列 我最推荐最满意的一个单品 然后另外一件呢是最不推荐最不满意的 它们呢是两件西装外套 就这样子摆在镜头前面 你们能猜到哪一个是我想推荐 哪一个是想吐槽的吗 这次最推荐的必须是男士系列里面的这一件西装 上身一试穿整个太惊艳了 我尤其喜欢他今年的这一个灰色 用言语都无法形容出来这个灰色是有多么的高级 大家就直接看上身的片段 我尝试了一下 无论是跟浅色系的这种颜色搭配 或者说是跟一些春夏比较亮色系的颜色来搭配 它都是非常合适好看的 我昨天收到一试穿整个就完全不想脱下来 原本这个男士的西装其实是我给老天买的 但现在我已经不想给他了 我想要自己留着穿 穿在我身上也太好看了吧 它面料上依然是一个比较偏春夏厚度的这种西装 但是相比于女士内件来说呢 是会比女士内件的更加厚一点点 也能够更好地去维持它整体西装的一个轮廓度 上身你不会有那种特别死板的硬挺感 它既是柔和的 但是又是挺拔有姿态的 反正这个西装外套吧 我真的是推荐给每一个人 绝对是非常的有惊喜感 而且我觉得它整体上身的一个感觉 是有赢过今年的那一个U系列里面的西装的 至于女款的这个西装外套 我就迅速地跟大家讲几个 我为什么不推荐不喜欢它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前面提到它的材质 它的材质实在是过于的轻薄 所以穿上身你就会有一种不那么高级的感觉 另外就是版型方面呢 这次做的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版型 穿上身我甚至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是一个业务员一样 在lookbook上面看的时候 我会以为是一个稍微更加偏黄一点的黄色 但实际呢 它的这个黄色是非常非常浅的 总体上身的一个效果 跟我想象当中的差距呢 就还是蛮大的 所以呢 这件西装外套 我就不那么推荐了 我自己呢 也是打算去退掉的 虽然说女士的西装外套是不值得入手的 但是同系列的两条西装裤呢 都非常的渴 这两条裤子呢都是拥有theory裤子的裤型 但是是优衣裤的价格 上身的效果都非常的好看 首先呢 来跟大家迅速的说一下这一条短裤 它是一个高腰的这种设计 然后短裤的长度呢 也非常的合适 穿在我身上就刚刚好在膝盖以上 既不会显得腿短 又是一个非常宽松舒适的裤型 跟西装外套呢也是同样的一个面料 包括薄厚的程度也是一致的 但是呢放在裤子上 确实能穿出那种很轻松随性的感觉来 并且呢 它的这个面料也丝毫的不会透 腰部的前侧做了一个比较宽边的设计 并且外面呢你也是看不到任何扣子的 非常的极简高级 打开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挂扣 加上一个内扣的设计 同时呢 它还有给你做一个 可调节腰部松紧的内力的继带 然后相比于U系列的裤子来说 我觉得Fairy这个系列 它的尺码就是做得非常正的 大概就是完全按照自己平时 穿裤子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这一条长裤呢 它裤型方面我觉得 比较像是一个锥形西装裤的裤型 所以对于离形身材的女生 真的超级的优好 臀部这块的宽松度呢 非常的够 然后上身的一个整体效果 也是特别的好看 同样也是属于那种显得腿很直 然后完全不挑腿型的一个设计 包括这两条裤子 我觉得他们的裤子选用的 也非常的好看 颜色选用的跟裤子本身呢 是一样的颜色 并且上面有轻微透露着一些 特别自然的纹路 至于面料特性方面 我有上网去查一下 他们用的是一个素干的面料 所以在夏天这种比较炎热的季节 它也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 这种透气型 另外一个我这次非常推荐的一个单品呢 就是男士系列里面的这一件T恤 最特别的地方应该就是领口位置上面 它相当于做了一个非常迷你的小臂领 相比于圆领来说呢 它会显得脖子这边的线条更加的纤细 纯棉的一个材质 但是做成的质感呢 也是带有夏季那种很爽滑感觉的 这件的话我也是买了两个颜色 白色黑色呢 各买了一件属于非常耐穿百搭的那一种 我会把两件分别的一个上升的效果呢 都放在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女士系列里面的这件白T呢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款一点的设计 刚刚好去搭配它们同系列的那个短裤呢 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衣摆位置呢 它也是做了前后不对称的一个设计 前侧呢相对来说比较短一些 并且在两侧呢有增加两个开叉 所以就很方便你平时把衣摆的一侧呢 给塞在裤腰里边 领口位置它也做的不太一样 是一个很宽边的这种圆领领口 有一丢丢像是小半个高领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它穿上去是非常的有宽松度的 然后厚度方面的话 会相比于前面男款的那一件呢 稍微的薄那么一点点 总的来说几件T恤类的单品呢 我觉得就是触摸上去的那个质感 会比U系列的T恤呢 做的更加的好 不是说U系列的T恤做的不好 我觉得U系列的T恤已经做的很好了 但Theory的这个系列就感觉 嗯更胜一筹 那这个系列里面最后一件单品呢 就是我还有给老田呢 买男士系列里面的这一件短袖的衬衫 小翻领的一个设计 然后整体版型呢 同样是做的比较宽松大件一些的 很喜欢有一个比较显大气的细节 就是在胸口前侧的这个口袋 做的非常的大便 其实这个系列里面的男装单品 我真的觉得无性别感非常的强 男生女生换着穿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么看下来的话 其实除了那个女士的西装外套 我不是很满意之外呢 其他几个单品都是有达到我的预期 甚至是有超过我的预期的 今年是我第一次买这个系列 满意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想着明年的这个系列再出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持续的关注一下 OK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期内容非常多 时长非常长的 五月份的购物分享 就希望你们呢还看得开心 然后因为今天这期视频内容很多嘛 所以呢我也会把今天视频详细的一个timeline呢 都打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方便大家去观看跟搜索 然后最近年终大厨也都已经完全开始了嘛 所以呢我也会把今天分享的所有单品 关于他们的折扣信息呢也都总结好 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视频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时尚博主 我每个月买的 包括收到的一些东西呢都会很多 那分享出来这些是我很喜欢的 如果刚好是你也很喜欢 并且是你需要的 那么就可以去参考一下我说的这些信息 但如果是不适合你的不喜欢的 那么大家迅速的划过就好了 anyway呢最后呢就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的最后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